沈长青 这份文件是你做的吗 没错 是我做的 你给我的这份文件中 数据分析很有问题 你有认真做吗 你知不知道 错误的数据分析 不但会影响我的判断 让我做出错误的分析报告 而且会直接影响 我们部门的工作进程 和公司的利益 你懂吗 这不可能有错 我已经检查了很多遍 丁佳慧 你不要在这里故意找茬 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 我知道董事长 让你在我手底下做事 你很不服气 只可惜 公司是看能力的 不是看身份的 能力 真是笑话 丁佳慧 你有什么能力 坐上这个位置 好 沈长青我给你这个机会 下个月的企划案 我们两个比一比 我们各自做一个投资企划 让股东们来判断 看看谁的企划案比较好 你不是不服气吗 不如我们来赌一赌 我凭什么给你赌啊 沈长青 你怕了 沈大小姐也不过如此嘛 也是 你还是吃喝玩乐比较在行 如果你现在就跟我道歉 我就当你是求饶了 那么我就放过你这一次 你觉得怎么样啊 你想赌什么 如果这一次你赢了 我经理的位置就给你做 如果你输了 就给我马上离开公司 永远别再回来 好 一言为定 海伦 你太小看丁经理了 我看 你还是跟他道个歉 收回刚才的赌约吧 你输了 可是要离开公司的 这样太冒险了 请大家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我们沈氏集团 已经决定 进军房地产业 但是 在具体执行之前 必须要有完备的方案 既然丁经理和常青 要进行企划案的评比 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 听听他们两位的想法 顺便也许能为公司 未来的计划 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 两位 时间来啊 我先 丁经理请 现在大家看到的 是08年房地产的销售情况 经过金融危机 房地产在过去的一年里 成绩有所下滑 大环境开始慢慢回暖 这也带给了投资者 和普通市民极大的信心 可以表现在今年上半年 房地产的销售上 请大家看一下这几组数据 投影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数据 大家从这组数据上可以看到 房地产还有很大的前景 这个行业曾经给我们公司 带来难以想象的利润 所以我建议 今后几年 公司的资金主力 还是应该放在房地产投资上 趁着这把火被熄灭 让公司再创高峰 叉青啊 该你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丁经理的数据 和我想用的数据 居然惊人的一致 沈长青 你这么说 该不是怀疑我 偷看了你的企划案吧 从丁经理的企划案 可以看出 丁经理并没有偷看 因为 我的想法和丁经理的 恰恰相反 我觉得 如果我们公司 继续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 可能将会制约 我们公司的发展 更严重的话 可能给公司带来危机 如今楼市过热 导致房价持续上涨 大家只要看看我们身边 有多少人买不起房子 有多少人投资炒房 又有多少人为了房子 背上巨额的贷款 就知道 我说的话 其实并不是威严耸听 李嘉 能让 谢谢 好 什么 怎么跟我之前看到的 完全不一样 我根据审视的情况 分别针对房地产 实业项目 以及金融投资 做了三份详细的企划案 关于房地产 我的想法是 退出一线城市 进军到二三线城市 小城市 哪有大城市的利润高 你这样的想法 根本是置公司于不顾 高利润 往往存在着高风险 赚取合理的利润 才是公司长久的发展之道 公司并不需要 不切实际的冒险家 下面请大家看一下 手上的这一组数据 这是日本和欧美的 房地产发展数据 我相信 日本和欧美的房地产泡沫 会给中国的房地产业 一些警示 我非常赞同她的想法 二三线城市的城市化进程 相对较慢 所以有拆迁 改善居住品质 和城镇人口增加的住房需求 而我们正好可以满足他们 正如沈小姐所说的 虽然不至于带来太大的暴力 但更加地稳定 以上是我的观点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很精彩 谢谢 现在丁经理和沈长青 已经就他们的企划案 做了阐述 下面我们开始投票 支持丁经理企划案的请举手 丁经理的得票数是七票 支持沈长青的最终得票数是十四票 谢谢各位 沈小姐 我们会全力支持你啊 谢谢您的支持 沈小姐 加油啊 谢谢 如今你可算是有接班人了 以后就不需要自己这么辛苦了 是是是 掌心 潘总啊 谢谢 你怎么从来没有提起过 你女儿这么能干的 哎呀 不光是你们哪 连我自己都很吃惊 我有这么个能干的女儿 长青啊 做得很好 继续努力 好 好 我别该走了 周董 来来来 好 走 你带给我的惊喜 已经不止一次了 不过我得提醒你啊 你扮猪吃老虎的日子 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 再没有人会小看你了 谢谢你 我自有分寸 沈长青 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 赢了你 也没什么好高兴的 老天爷是公平的 不会让你一个人 占尽风光 总有一天 你还是会输在我的手上 丁家慧 你记住了 如果有一天我风光了 也是我自己争取回来的 你说的没错 老天是公平的 付出多少就会得到多少 同样的 得到多少 也要付出多少 不要觉得自己很无辜 每一个人 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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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小姐 是老董事长 唯一的接班人 如果 他想要回公司的话 恐怕 不 我费尽心思打下的江山 岂有双手放松的道理 沈氏是我潘北森的 姓沈子休想多走